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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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样也就是自然光居然是由这些颜色组合而成 最后形成了自然的白光 这是刘顿最早所做的关于光线和色彩的实验 这个时候又有一些物理学家以及科学家 他们做了这样一些实验 比方这里我们看这个人 这个人叫做谢弗勒 那么这个人他其实是一个科学家 也是物理学家 化学家等等 基本上有人甚至把他寓为近代达芬奇 是这样的一个人物 而且这个人的名字被刻在了法国的艾弗尔铁塔上面 就是法国的艾弗尔铁塔上面 其实刻了众多的科学家 哲学家等等这些 然后其中就有他 这个人他同时肥皂是他发明的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他也做了一些关于色彩 光线等等 这样一些实验 然后他是最早发现了 或者是提出了关于互补色和对比色等等 这样一些原理 这里我们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就是关于点彩派 为什么会用这样一个点彩的方式来做画 比方说当时的这些人 这些科学家的发现就发现 那么色彩呢 过去画家要在画面上 调和一个比方说橙色 橘色 橘子的那个橙色 那么橙色呢 画家就会用红色和黄色 把它调和在一起 就混合在一起成了橙色以后 把它画了画不上 所以说橙色呢 它基本上就是黄色加红色 就可以得到一个橙色 那么如果红色多 就变成了橙红色 黄色多就变成了橙黄色 可是科学家就发现 那么如果说我不在调色板上 把这两个颜色调和 其实我也可以得到橙色 怎么做呢 就是我让这两个色块啊 它要么是圆点 然后方点也行 把它并置排列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 并列放在一起 或者有点像马赛克一样 并列放着 那么这里呢 因为我们的屏幕够大 所以说呢 如果说你推到一定远 推到很远 或者说你把眼睛瞇着 把眼睛须着 然后去看这两个色块 当你推到一定远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这两个颜色 融合成了一个橙色 它就不再是两个色 而变成了一个色 所以说很多的马赛克呀等等啊 有些色彩原理 就是这样子产生的 而且呢 包括我们现在的印刷 四色印刷 噴墨打印技术 都跟这个有关 好 结果印象派的 有些画家 特别是修拉 他注意到了 这样的一个科学成果 然后他想 那我可不可以 把这样的画法 用到画面上呢 因为他们发现 这样子得到的这个橙色 比你在颜料里面 调和出来的橙色 要宣亮一些 它会显得更明亮 好 结果修拉呢 就真的用这个方法呢 去做画 好 同时呢 当时还有一些 这个物理学家 还做了一些实验 那么这个实验呢 我们把它叫做一个 叫做 这种混色原理 我们把它叫做 即时混色 刚才我们说的是病子混色 所谓即时混色是什么 就像我们这里看到的色盘 那我们在这个色盘上呢 放了几个颜色 有几个原色 或者是颜色 好 结果呢 让这个色盘高度旋转 结果旋转以后呢 就会得到他们混合出来的颜色 结果呢 它不是调色盘混合的 而是因为它在旋转的 也就是加入了时间和速度 等等这样一些因素 结果呢 又得到一个新的颜色 好 所以这个呢 我们把它叫做即时混色 这个即时混色 好 那么在修拉这样的一些画家呢 典彩派的画家 他们用到的是病子混色 好 我们看看 用病子混色 画出来的绘画是怎样的 就是这一幅 很著名的叫做 大丸岛的星期日下午 大丸岛的星期日下午 好 这幅画呢 其实原作尺寸也蛮大的 原作尺寸也很大 结果我们看到这里呢 它把每一个人物 包括草地 然后甚至包括孩子上面的动物 大家看到还有动物 好 所有的景物 它都是用那个小色点 并自排列 画出来的 也就是如果你把这个图放大 比方说我们把这个图放大 那么它的画面上 你会看到的就是很多的小点点 很多的小点点 只是呢 比马赛克可能稍微好一点 马赛克就是方形的点比较大一点 它比马赛克的点要小 但是你仔细看它就是这样的 就是原色的色点 所以仔细看全部是很鲜亮的色 然后因为观众推到一定远 那我们会看到的呢 就是一个我们用眼睛 用我们观众的眼睛来调和的颜色的 这样的一个画面呈现 好 这样的呈现呢 大家看哦 它就会导致了呢 对于人物的表情 五官细节是不可能描绘的非常清晰的 所以它不适合描细节 它不适合描细节 包括这里 包括五官细节 所以说我们会看到的这个人物呢 就有点像剪影 或者有一点像人偶 然后它只能表现出一个大致的立体 大概的一个光影立体效果 所以是这样的一个画面 可是这样的画面呢 又呈现出一种 也很特别的一种风格 也很特别的风格 好 那么好 这也是放大的 然后这个图实际上 是我在芝加哥美术馆 看到这幅原作以后呢 我自己用相机 就是很近距离拍摄的 但是好像也没有办法 把它拍得非常非常清晰 好 这里我们看到也是 这也是我当时所拍摄的 包括草地上的绿色 所以我们从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上面其实有很多的颜色 大家看 就是当我们近看的时候 它那个小色点 大家看这个草地 草地颜色是五颜六颜色 其实所有的颜色 你可能赤重黄绿青蓝子 你都可以在上面找到 好 但是退远看 你觉得它就是一片草地的绿色 就这种效果 好 这样的效果呢 所以说当它近处 远处或者中间距离的时候 这个画面是呈现不同的效果 所以它就不像过去的画面 它的色彩是经过画家的调和 所以就这样的观众的眼睛 可以自然地去混合这个色 所以观众可能在面对这个画作的时候 他不由自主地会 要么退远 要么拉近 他会不断地去 就像我们说摄影在找焦距一样的那种感觉 所以这个观画体验呢 也是挺有意思的 好 这一幅画画了以后 这幅画画了以后 好 这里是我们看到的 也是放大 这也是当时我拍摄的 这个人物呢 我们看 这个五官 这幅五官还算是稍微详尽一点 但是呢也不会很清晰 所以他很难表现很具象的情感的表达 或者是情绪的 或者说面部表情的表达 所以这样的画作呢 会有一点抽象 但是这个抽象呢 其实又无意中吻合了一个 也有一点像我们前面所讲到的 比方说我们在上一堂课讲到德加 我们说德加的作品里面有一个那个都市的孤寂和落寞 而这幅作品呢 因为它是大碗岛的星期日下午 好 我们看一下 一个岛屿在星期天下午 通常我们会说 这就好像一个公园对不对 它真的有点像一个公园 那么在星期天下午呢 可能有一些家庭呢 妈妈呀 带着孩子呀 或者是等等啊 一个家庭的组合到这里来玩耍 然后但是呢 我们仔细看呢 我们会觉得每一个人 人与人之间 虽然上面有很多人 可是人与人之间好像比较隔阂 缺少连接 甚至呢 包括有母亲带着孩子呀 等等啊 但是我们看到呢 那个孩子就是好像很乖巧 然后也不是很活泼 然后这个母亲的表情呢 包括每个人表情 因为表情它无法表达的很清晰 但它又正好符合了 当时这样一个工业化发展的社会 可能大家都有一点冷漠 都有一点孤独和寂寞 好 但是同时呢 又有一个呢 因为它虽然名字是大碗岛的星期日下午 但是如果说你对当时的法国的这个历史文化 包括这个地理位置 你如果有一点了解 这个位置也不寻常 也不寻常 虽然我们看到这里有孩子的出现 但其实啊 其实呢 大碗岛也是当时的有一点 类似于红灯区的位置 也就是到了周末 有一些女子 有一些女性 她会在这里呢 来 呃 或者说吸引男人呢 招揽顾客呀 就好像这是一个 大家公众都默认了这个位置 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些交易和活动的 是这样一个场所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她又觉得 又对这个地方又充满了神秘 又充满了好奇 但是呢 她又有一些 阴暗 又有一些 我们在人性当中好像无法起始 不能够 呃 这个去去去去 震大光明的去说的一些东西 所以这里面呢 我会看到这个人物里面 就有一种复杂和矛盾 所以我们觉得哇 阳光灿烂 星期日的下午 人们应该开开心心在这里玩耍 可是因为这个位置的 像一个尴尬 好 即使有孩子在这里 也许这个孩子也体也感受得到 这个位置好像不是一个 可以让他纯真的放开了去玩耍的 这样一个地方 好 然后在我们仔细看的话呢 这个画面里呢 其实女性还是比较多 好 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 我们说女性比较多 然后因为呢 我们对比者 我们看下一幅 我们看这一幅 这一幅呢 叫做浴场 然后因为翻译的不同的名字呢 也有什么叫什么 阿尔莱尔的浴场啊等等 当然因为翻译啊 好我们就把它叫浴场好了 然后这一幅 因为我们刚才看到大碗岛的 星期日下午 它是一个岛对不对 它旁边有水 对吧 我们会看到 它的水对岸 就是这里 也就是这些人 他们在看着这个水的对岸 就是大碗岛 就是大碗岛 所以这两个地方 可以是遥相呼应的 但是我们看到这里呢 这个浴场 我们看到了 这幅画面里面 是不是男性居多 而且甚至你还会觉得男孩子居多 少年 对吧 好 那么这两个画遥遥 遥相呼应 因为这幅画也是修拉的作品 好 这两幅画遥相呼应的时候 如果你知道大碗岛是一个什么场所 然后这里又是一个浴场 然后这里呢 我们看到又是以男人为主 然后你会看到这些男人 好像都默默地望着对岸 你会看到这些男人们对对岸的一种向往 内心的向往 好 所以在这个画面里面 其实是有很多的 这两幅画如果放在一起是很有意思的 它的对比会非常非常的强烈 好 所以说在这个画作里面 或者说在这个画的背后 它其实可能也反映出当时法国的这样一个社会 人们的这样的一种 应该是一种状态吧 应该是一种状态 而且其实从这幅作品里面呢 我们看到的感觉到 人和人之间也没有交谈 人和人之间也没有连接 好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事 然后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大家都看着对岸 因为对岸会有很多的女性 好 然后这一幅作品呢 大丸岛的星期日下午 当时在画好以后 其实大家看 这幅画刚才看到的尺寸还是蛮大的 这一幅呢 修拉其实差不多花了 应该是两年的时间 大家去看这么多的小色点要点完 真的很花时间 所以花了几年的时间来画这幅画 但是当时有一个普遍现象呢 是当时的印象派呢 都不是很受大众的欢迎 而且呢 当修拉采用这种画法来做画的时候 然后在印象派画家们为了坚持自己的绘画 然后坚持自己的理念 然后他们就自己给自己办画展 前后办了八次 然后当修拉的这个画展 画参加展览以后 被骂得很厉害 因为他的画和其他的印象派画家又不一样 他在他们里面也是一个独树一字的 然后风格很独特的这样一个人 所以说呢 这个印象派呢 当时就被骂得很惨 特别包括这一幅画 好后来呢 这一幅画 所以当时的青年画家们 也都过得比较 比较穷的这样一个生活 然后呢 就有一个美国的富商 然后他真的是很有慧眼 然后他看到了修拉这幅画以后 就提出要买修拉这个画作 然后结果呢 当时是花了两万法郎 其实两万法郎 在当时是巨款 还是蛮大的一笔资产 而且呢 我们以后面呢 我们会讲到梵高 那么梵高呢 在他生命当中最后的十年开始画画 那么由他的弟弟提奥给他支柱 然后人们算了一笔账 说提奥在他最后的十年支持梵高 大概是支持了一万七千法郎 就大概花了这么多钱 那我们看这个美国画商 就花了两万法郎 买了这幅画 所以说这幅画呢 还是蛮值钱的 对吧 我们说一万七千法郎 够梵高支撑了十年的时间 当然他是过得比较清贫的 这样的一种生活 绝对不是很奢侈的生活 好 所以说两万法郎 还是蛮值钱的 所以说这幅画作呢 我们现在会在芝加哥美术馆看到他 就是因为这个美国商人后来把这幅画带回了美国 好 结果呢 可惜的是 印象派后来没有想到 人们没有想到印象派最后是名声打造 然后实际上在很多的印象派画家们晚年的时候 他们的画作就已经非常受欢迎 我们前面讲的雷罗阿 然后莫奈 莫奈晚年的时候甚至可以买下一个小庄园 然后打造了一个池塘 全部充满碎莲 雷罗阿也是 但是呢 比较不幸的是修拉去世的非常早 31岁就去世了 所以基本上在他去世以后呢 这个典彩派的绘画风格呢 没有持续太久 但是我们也会看到 现代的很多的一些装饰绘画里面 会有人模仿典彩的绘画风格来作画 好 这个呢 得以这个 让这个绘画风格得以有一些延续 但是呢 他并没有 有人说因为修拉的去世 所以使得这个典彩派呢 没有得到一个更大的一个发展 好 但是也很有意思的是 这个画因为后来呢 印象派就是太有名了 然后名气非常大了以后 这幅画就变得非常非常值钱了 然后法国人就后悔了 然后法国人就开始跟美国人谈 他们很想把它买回来 因为他觉得当时两万法郎就卖了 实在是太亏了 虽然两万法郎在当时还是巨款 好 结果后来当时谈判了很多年 美国人绝对不松口 对吧 好不容易这个潜力股长得这么高 怎么会把它又卖给法国人 又卖回去给法国人呢 而且呢如果说想卖的话 绝对是非常非常高的天价 所以这样呢 后来这幅画呢 就现在一直留在了美国 是这样子的 好 这是这个画的最后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和结果 好 那么关于印象派的特别关于点彩派 我们呢主要给大家呢介绍了这么多 今天呢是我们关于印象派的最后一节课 那么在印象派的这样一些画家啊 他们从1874年到1886年开始 也就是在1874年的时候 他们第一次为自己决心为自己办画展 所以当时的这些画家真的很有勇气 就是这样的一些画家 那么当时的官方沙龙呢 因为流行的是以安格尔为主的新古典主义 那么他们当时排斥所有的这些印象派画家 然后这印象派画家呢又年轻又穷 又没有社会地位 但是他们很有勇气 他们有的就是勇气 所以他们为了坚持自己的艺术的发展 那么他们始终认为他们 他们的艺术的这样的一个追求是值得的 所以他们说好那我们就自己为自己办画展 然后从1874年开始办了第一次 然后到1886年 好然后在这12年期间呢 他们一共办了8次画展 然后到12年之后 到这12年之后 这些画家呢也因为意见不合 因为当初这些画家们走在一起的共同点 是因为他们都被官方排斥 但是他们各自呢都有自己的绘画特点 包括有时候他们彼此之间也不完全认同 比方德加就不认为自己是印象派 然后马赖也是 马赖也不认为自己是印象派 所以我们现在去按流派去讲一些画家的时候 那些画家当时他不一定觉得自己 或者承认自己是哪个流派 只是我们后来在艺术史上 我们为了方便去讲他们 所以按时代呀按绘画风格呀等等的 去把他们进行了分类 是这样的 但是呢这些画家呢 其实呢都值得我们去记住他们 特别这里呢有个叫莫里索的画家 虽然我们没有讲他 但是他是印象派画家里面 唯一的一位女画家 而且是一位美女画家 是一位美女画家 他其实和马赖的关系非常好 有人觉得他们之间是不是有一些 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 但是呢莫里索后来是嫁给了马赖的弟弟 也成为了马赖夫人啊这样子的 好所有这些画家呢 他们创造了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最辉煌 或者说我们鼎鼎大名的 人人都知道的印象派 好以上就是我们花了五节课的时间 分别把他们呢给大家呢做了一些介绍 那么总体来说呢 他们的出现我们说他们是人类的星云 然后他们留下来的这些作品 从人物到风景等等 全部是从基本上是从文艺复兴的达芬奇开始 然后创立了一个几百年的一个绘画传统 但是到了印象派开始 从马赖开始全部被颠覆 然后开始真正的开始有所改变 所以印象派绝对是一个颠覆性的 革命性的一个画派 而且绝对值得我们被记住 所以说我们说他们的出现是人类的星云 而且呢他们敢于自我认可 他们自己为自己帮画展 所以这样的精神呢应该说是值得我们去学习 而且值得去鼓励的 好 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课呢就到这里 那么下一堂课呢我们会进入到的印象派后期 也叫做后印象派 好 今天呢我们课就到这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